郭南先生要做這麼大的交互宮 還有一個人做長廳的意義 大家吃什麼 這次我們很年 想到我們市政府 市長有空 我們民政局 來自我們岸邊長廳的意義 來上班這次 做長廳的意義 這個活動 因為 岸邊長廳 剪長廳 都在辦16個的活動 當初 我們設計這個交互宮 國前的交互宮 還是我們台灣 最多多的交互宮 這個交互宮 當初這個設計者 還是不夠人心 因為這個設計 我們所謂的上廳 他這樣 用起來這個行 就像一個營養巢 就是我們的孩子 在出事的時候 就是在這個營養巢上 保護一下 我們的生命 親人媽 媽祖 不祖 做什麼 在那裡給他錢 然後 他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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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我們的俏章 還是像我們的漏洞 最重要的就是 這裡有六根支柱 這六根支柱就是 我知道有紅瓶暴露是大家的角色 這六個角色就是 它或是受到這六個角色的漏洞的聲明 共同來給它鼓起 從我們出席開始 漏洞一直大約 到十六個月 我們的社交部局就是 十六個月到了 我們來背出這個交部局 就是我們這次的主題 就是 出來以後 它要成功起來 來為它未來的人生 怎麼來打拚 當然 出席到十六個這個中間 受到那個伯母 貼身免 怎麼來照顧 讓他們可以當成長大成人 來做我們議後 國家的動力 這是我們相當意大 還是這個交部局 這個中館 都做十公修館 當初 設計這個有名 還是相當的大 一方面 要讓這些孩子 知道他要去甘運 就是多人對他的照顧的方向 一方面後 他走出這個照顧的方向 他就知道這個民意就是 慢慢的要跟人 他要來對這個國家 對這個北部 要怎麼來 進好多對這個國家來做共和 所以這個 做十六個是相當唯一的 為什麼我們台南唯一的 有在做這個照顧 全台灣縣 跟我們台南唯一的做 但是我們岸邊 做十六個是正義的 我們移民才開始 夾的廟墓在做的時候 都在家庭 在做 然後因為我們岸邊 全六中 是因為我們岸邊的一個大公廟 所以我們要三萬多 所以我們如果去榜貝 因為有二六三萬塊 這個陳年宇 曾經在榜貝這個活動 這個效果也是相當好 但是因為以前 我的考慮了一些經濟的問題 所以也有停止 但是這次很感謝台南唯一的 凡市長 跟民政局長大力 來促成這個非常有意義的這個陳年宇 我希望 能夠把這個做陳年宇的這個 相當有意義的這個 傳播到我們所有 我們的國家 每一個年慶的鞋子 他們知道你們陳年宇的事情 他們要為我們的國家 為他們的家庭 為他們的父母親 要做什麼樣的一種 那個貢獻跟付出 今天非常謝謝各位 能夠裡面來參加 謝謝 謝謝